那也就是说当我说出 当我解读 手机就会执行刚刚的那个动作 然后我靠着眼睛呢 就可以开始选择 好看到辅助使用进去了 1加1分 好它就自动帮我跳出一个二 Welcome to 圈圈 channel Hello大家好我是圈圈 全新的iPhone 16 再过两个月呢就即将亮相了 我知道大家都乐切在期待 最新的iPhone 16 能够为大家带来什么样 惊人的AI黑科技 那么在新手机发表之前呢 我们今天就来让大家先读为快 看不到硬体没关系 我们先看软体系统的部分 今天来分享一下 最新iOS 8的5个隐藏的AI功能 话不多说有兴趣的朋友 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 OK Let's go 好确认现在已经把我的iPhone 12 Pro的手机呢 把它升级成iOS 8的系统版本了 我们来检查一下 目前是iOS 8.0 其实这个就是最早期的Beta版本 那如果想更新的朋友呢 其实也非常的容易 你只需要到软体更新里面 然后到自动更新下方 有一个叫做Beta版更新版本 这边把它打开 但是如果你要打开的话 就必须要先到Apple的官网 去注册一个Apple开发者的账号 如果你没有打算要开发一个App 并且上架到Apple Store 这个开发者账号是不用付费的 所以如果你有想更新的朋友 可以到官网去申请 然后直接进来这边做更新就可以了 好iOS 8的功能 不过还有就是这些界面的改变 多贡选单的改变 甚至这个主画面呢 也可以做蛮多的一个调整 不过这些功能呢 大家如果想看呢 其实这个已经有蛮多人介绍了 圈就不太多做赘述 那圈今天要提的是 针对在AI这个功能上面 去跟大家分享 好首先呢 第一个我们就来看到 非常神奇的功能 叫做眼动追踪啦 我们到这个设定里面 然后辅助使用 然后往下拉 就会看到一个紫蓝色的按钮 这个就是眼动追踪啦 那当你打开它之后呢 它会需要你眼睛 跟着这个圆点去移动 很快速的几个点完成之后呢 你就已经完成了 眼动追踪的设置了 现在大家看到这个画面上呢 圈圈已经双手都在这边 然后我靠着眼睛呢 就可以开始选择 好看到辅助使用 进去了 好那我们回主画面 我们试一下打开这个形式力 好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喔 可以用你的眼睛呢去做控制喔 其实这个眼动追踪呢 圈在想它就是靠着前面的这个感测器呢 去侦测你的眼睛喔 所以其实你在做第一次的 这个眼动追踪的时候 它应该有一个比较适当的位置喔 可能是在眼睛的正前方 你要去比较专注的看 那个点位的移动 那如果你那个点位 没有做好的话 可能你接下来的眼动控制呢 精准度就不是这么高了喔 所以你在看的时候就会比较累 圈圈这功能呢 想法是非常好的 但是它应该只能做到 大概那个位置 如果你要真的完全 透过眼睛来控制 那里里的眼睛呢 应该要非常的灵活 而且厉害 圈这样动了一下 其实眼睛就蛮酸的 好的 下一个功能呢 圈要来介绍一下这个计算机啊 这个计算机呢 在这次WWDC的发表会中呢 也被拿出来独立做一个分享 这个计算机有什么样的AI功能呢 圈圈这个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进到计算机之后呢 到左下角这个计算机的图示 我们再进到这个数学 然后我们这边可以新增一个备忘录的部分 然后点下这个笔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写一个数学备忘录 反正我们今天要来做一个1加1的名 好它就自动帮我跳出一个2 而且这个2呢 有点模仿我的笔迹喔 那如果说开根号呢 它应该也是可以的 也是2 答案是正确的喔 那假设2的2次方等于4 所以基本上呢 就是可以透过手写的方式呢 去让它完成你想要的答案喔 你就不用再透过自己算 这样呢 其实就是一个AI的识别功能 它可以识别你手写的数字 然后帮你计算出正确的答案 那除了这个功能之外 开语功能呢 我也是蛮喜欢的 就是我们回到基本这边 然后这边有一个换算的功能 我们把它打开 这个在出国的时候呢 其实非常好用喔 假设你今天是到日本好了 那我们把币别呢改为日元 好 那假设我们今天看到一个东西 非常喜欢是日币1000块 它就自动把我们换算出台币呢 是200余元 那如果对学生来说呢 这个也可以把它改为 其他单位的换算喔 你可以把它做成 角度的换算 面积的换算 公母公顷 速度的换算 温度的换算 甚至是这个电脑类的 我们也可以知道呢 比如说1TB 等于多少的MB 那假设说我们想知道这一瓶水呢 是2公升 等于多少毫升 也就是2000毫升 那也就是2000cc的意思 基本上就是做这样的一个 单位的换算应用啊 那全台猜测 它应该就是连接了 某个平台的单位换算的公式 但是如果你是必别的话呢 因为必别是每天都会浮动 确认有稍微跟这个 我们台湾银行看了一下 其实这个汇率呢 相差0.0几的误差喔 所以其实误差 你还算可以 可以做一个参考用这样 好 再来第三 这个功能呢 确认也觉得算是 蛮特别的一个功能喔 以前大家进到天气的APP 就只能看见多云实情喔 但是现在在这个iOS 18版本呢 还可以看见体感温度 好像现在目前圈 这个地方呢就是 室外温度就是33 体感温度就是39 那如果你再点下方 现在的这个区域呢 你还会看到 更详细的一个天气状况 然后你往下拉 这边有一个叫做 天气预报 大家可以看到 它目前写的是32度 那当然原先版本里面呢 天气预报也是有写的 但是没有写的像iOS 18这么详尽喔 你看iOS 18这个是 目前呢是33度 湿度呢 会让温度感觉更高 大约是39度 那大约在上午11点的时候 情湿多云 气温的范围呢 会是27度到34度 体感温度为31度到4C 整个来说呢 就是它的叙述的部分 比以前 还要更详尽 更冷静化一些喔 确认也猜测 其实苹果呢 它对接天气预报平台呢 也是经过AI 去重整描绘之后 所得出来的一个结果 好 再来第四点 语音控制 刚刚大家应该已经有看过 用眼睛控制 但是现在要来使用 语音就控制喔 好 要使用语音控制呢 我们一样打开设定 然后一样往下拉 会看到一个叫做辅助使用 然后再来呢 我们再进到这个触控 触控再往下呢 有一个叫做 声音动作选单 我们把它进去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有很多的声音 但是其实确认在一开始 也不知道这个到底可以干嘛 所以我点下这个练习之后呢 语 语 有没有 其实这些声音呢 就是我们嘴巴所发出来的 一节撞声词喔 那这些撞声词可以干嘛呢 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撞声词呢 启动某种功能 假设 先选择这个 当手机侦测到 这个语的声音的时候呢 它就会使用截图的功能 我们这边设定好了 大家仔细看喔 截图了 而且非常的精准 所以以后你要截图呢 你就直接发出 语 那就截图了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混合使用 啦 打开手电筒了 打开相机了 截图喔 大家还记得吗 以截图了 有没有非常的简单 大家学会吗 发出这些撞声词呢 你的iPhone手机呢 就能够乖乖听你的话喔 那当然可能有些朋友觉得 发出这些撞声词 可能有点奇怪喔 所以呢 其实苹果呢 它在这次iOS 8 还有另外一个功能 它叫做语音捷径 我们一样到这个设定里面 然后辅助使用 我们往下拉 会看到一个语音的语音捷径 那这边有一个个人声音这个部分喔 其实它就是能够模仿你的声音 确认在之前的影片就已经有介绍过 想会记得朋友可以到这个上方的资讯卡去看一下 确认这边就不再做的事了 那语音捷径的部分就是你把它打开之后呢 这边下方有一个按下的加入 就可以设定这个语音捷径 当你说出这段文字的时候呢 手机就会检测到你说的文字 然后去帮你做出相对应的动作 那假设说 却想要截图 然后这边自定词句呢 我们就帮它写上这个 帮我截图 帮我截图 好这样动作就已经完成了喔 那也就是说 当我说出帮我截图 手机就会执行刚刚的那个动作 那假设说 我已经懒惰到想直接打开这个YouTube 打开YouTube 手机就会直接帮我打开YouTube 好总之呢 就是你可以自己设定 关键词 去执行你自己想要的动作 就不会像是刚刚这个 好最后一个来介绍呢 就是iOS18的照片的App的更新喔 里面有什么AI功能呢 它除了排版 变得跟之前不一样之外 现在的照片呢 你如果把它往下拉 它会自动帮你做出一个图像的分类 像是圈圈这个图像里面 有一个是发票 它就帮我把照片里面的发票呢 分类起来 甚至是行动条码 就是说苹果它在照片里面 应该有预设一些分类 如果它觉得你的图像是属于这些分类 它就会自动帮你归纳起来 整理在这个更多项目里面 所以这算是一个懒人的功能吗 未来你如果想要找證件发票 你直接到最下方呢 它就已经都帮你整理好了 好然后这一次的更新呢 其实还有一个 虽然蛮喜欢的功能 虽然它不太算是AI的功能 未来你只要预览照片里面的影片呢 下方都会有一个这个控制霸 这个控制霸终于出现了各位 以前呢 要拉那个影片的控制霸都非常的难拉 这个功能呢圈圈非常的喜欢 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功能 每次要不知道我手太肥还是怎么样 每次要拉 时间走呢 都不太容易了 谢谢爱一圈 今天展示的这支手机呢 它并不是iPhone 5 Pro 因为要iPhone 5 Pro 才能够使用Apple Intelligence 哇库克这一刀 实在吓得非常厉害喔 不过或许是iPhone 5 Pro 才有足够的算力跟厉害的晶片吧 而且因为这个iOS 8呢 目前都还只是在 β的实验阶段 所以呢真正的AI功能呢 其实还没被发挥出来 从我的角度看来呢 苹果的手机 甚至到整个生态链呢 如果加上AI 可能就会产生出这个 强大的通灵能力 因为它已经完全的 沉浸在你的生活之中 可以想见的就是像是 AI的图片修整啊 或者是这个 语音备忘录的 自动重点绘整功能 甚至到这个Siri的GPT 还有AI的日志等等 以前想要的功能呢 应该都能够在这一次的iOS 8 一步一步的实现 说真的 我是满期待的 当然到时候如果新机发表 和这个iOS 8系统 正式稳定公布之后呢 我们也会再独立做一支影片 届时再与大家进行分享啰 OK啦 那希望今天的影片有帮助到大家 最后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不错的话 可以到下方点个喜欢 想持续关注我频道 记得按下你的这个按钮 我会继续 我们下部影片见喔 Bye